其实我们买卖股票的时候呢 那个什么股价的价位我们应该买呢 应该卖呢就好像parking这样 它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呢 我们呢通常会很心急的 看到位置就马上park进去 但是其实距离目的地还非常的远 然后呢 如果你是想着要最靠近目的地的地方来park 你又跨人家到了那边没有位置 可是往往最心痛的事情就是呢 等你在云眼park下去了过后呢 你才发现到原来前面有一个位置在等着你 可是呢千金难买早知道 这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早知道的事情 你要买卖这个股价呢 你就只能买的最合理的价钱 你想买到最低是不可能的事情 OK啦 这个就是股价的原理啦 OK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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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啦